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明治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先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胡達克提議 建立大難屋登記制度 批評自由黨不關心省民玩屋的問題 本國公共安全部 在潛逃罪犯名單上 新增32人 有4名是中國人 奧法華下令 對聚里亞實施升一輪的制裁 強調不會干涉聚里亞內定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8月18號 星期四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佳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安省保守黨領袖胡達克 今天宣布 要設立一個登記制度 將之前用於製造冰毒 和中殖大麻的房屋公開註冊 胡達克是針對10月6日的省選 作出這項承諾 為了令安省家庭 在買樓的時候能夠更安心 胡達克說 買新屋是多數家庭 作出的最大一筆投資 他希望安省省民 在買樓之前 可以了解那間屋 有沒有曾經被用作大麻屋 或者是制度工場 以免威脅買家的安全和健康 胡達克還批評自由黨政府 拒絕設立這樣的一個登記制度 並說安省的涉毒案件不斷增加 而麥堅迪政府就沒有關心 這些正在賣樓的家庭 據悉 目前安省很多城市 例如桂湖 刀銀、溫紗和額替華 都自行設有類似的登記制度 針對多倫多市長福特 向省府提出 為Sharved 地鐵線撥款的要求 安省保守黨方面 並沒有明確表示 是否會提供6億5千萬元的撥款 但是整體上 他們是支持這項計劃 保守黨方面表示 該黨還未討論福特的撥款要求 如果多倫多市民表示支持 保守黨也會支持 昨天福特會見了省長麥堅迪 要求省府撥款6億5千萬元 資助Sharved 地鐵線的建設 福特希望這筆撥款 在2014年之前落實 以確保得到聯邦政府的 3億3千3百萬元撥款 Sharved 地鐵線的總投資額 將會達到47億元 WOW TV 洪嘉倫報導 皮爾區今天 發生一宗前夫拐大前七的案件 警方已經將涉案的疑犯拘捕 和進行盤問 但她的前妻仍然下落不明 案件發生在今天凌晨 42歲的菲律賓裔女子 Rachel Jr. 被前夫 McDormand Armacora帶走 警方其後大舉手上 在今早早7點 遇賓頓示一間旅館外 發現疑犯的貨車 並將疑犯拘捕 不過人質就不知所蹤 失蹤的Rachel Jr.身高五呎二寸 劉齊堅黑髮 警方非常擔心她的安全 並呼籲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線索 聯邦公共安全部長 陶維斯今天宣布 已經在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通緝網頁上 新增了32名潛逃罪犯的資料 並希望公眾提供線索 協助當局將他們緝拿歸案 這些罪犯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這些人在加國都是犯了罪 但在被驅逐出境之前力藏起來 根據邊境服務局網站上的資料顯示 只只有4名中國人 被列入最新的通緝犯名單之中 包括涉嫌綁架本地地產經紀韓建國 以至其死亡的五國委 之前聯邦政府在今年7月 公佈了首批30名通緝犯的資料 其中7個人 在警方得到公眾提供的線索之後 已經被捕 有3個人已經被牽犯 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 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 在連續8個月下跌之後 於6月份保持穩定 今年6月 全國共有57萬7千人 領取失業保險金 比5月份只多了100人 安省、灰省及碑斯省數字都有所下跌 至於紐芬蘭省和緬省的數字 就有所上升 另外 申請失業金的人數也有輕微下跌 而跌幅最大的就是紐芬蘭省 轉看國際方面的消息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天下令 對敘利亞實施新一輪的前所未有制裁 同時敦促敘利亞總統巴薩爾下台 奧巴馬今天簽署總統令下令立即凍結 敘利亞政府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所有資產 加強針對敘利亞的出口禁令 禁止美國公民對敘利亞投資 根據總統令 美國財政部立即宣布 禁止和5家敘利亞能源企業進行交易 不准進口敘利亞石油和石油製品 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在今天的講話中就表示 美國將不會干涉敘利亞的內政 敘利亞由3月中旬開始 出現反政府示威 5月以來 美國陸續對包括巴薩爾 站內的敘利亞政府高官進行制裁 企圖迫使敘利亞政府 停止針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敘利亞當局就指責 恐怖團體和外國勢力 是導致敘利亞局勢動盪的幕後黑手 昨天 利比亞反對派繼續攻打首都 迪黎玻璃郊內地區 目前已經形成對首都圍攻之勢 據悉 目前迪黎玻璃的食品和燃油補給品 都已經被撤斷 首都已經變成唯一座故城 過去幾天 在北約戰機轟炸的幫助之下 反對派武裝在迪黎玻璃西部重鎮 紮維耶和南部 展開全面進攻 反對派說 他們已經控制了紮維耶大部分地區 以及迪黎玻璃南部的一座城鎮 所以切斷了迪黎玻璃兩個主要的供給線 在紮維耶 反對派已經控制了這座首都門戶的大部分地區 目前正試圖奪取當地一座主要的燃油廠 雖然局勢似乎不利 但尼比亞政府否認已經到了最後時刻 尼比亞國家電視台播出了政府發言人的講話 這位發言人表示 媒體誇大了反對派的力量 並指西方國家的預測並不準確 WOW TV 洪嘉倫報導 以色列南部今天接連發生多宗襲擊事件 多架以色列巴士、軍車和試駕車都遇襲 據當地傳媒報導 襲擊事件造成最少7人死亡、幾十人受傷 目前,以色列官方仍然在調查襲擊事件 運防和警方還未證實相關細節和確實的起傷人數 綜合當地傳媒報導 手中襲擊事件發生在東地時間18號中52點左右 一架開往以色列南部和埃及交界處城市 埃拉特的巴士遭槍擊 十幾人受傷 傷者被立即送往附近醫院搶救 巴士司機和當地傳媒說 事發的時候 幾名襲擊者 駕車超越他們 並向他們開槍 在巴士槍擊事件發生之後沒多久 在埃及和以色列邊境行駛的以色列官車 也遭到槍擊和路邊彈彈襲擊 以色列反恐部隊在追捕疑犯的時候 和對方發生槍戰 當地傳媒報導 幾名疑犯被擊斃 以色列軍方宣布 南部地區進入最高戒備狀態 警方封鎖了附近主要道路 並接支路障 而軍車和警車 就在直升機的掩護下搜查現場 現階段 暫時沒有組織 宣稱對一系列的襲擊事件負責 羅馬天主教教宗本督十六世 抵達西班牙訪問 預期會有蘇爾曼希的信徒 參加他主持的各項活動 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四天的訪問期間 教宗還將會參加世界青年日 這個活動 是一個給全世界各地年輕的信徒 共同參加的天主教活動 不過 17日晚上至18日早上 西班牙警方和示威者發生了衝突 示威者強烈反對 在西班牙面臨緊縮措施的時候 還要花費龐大的經費 主辦世界青年日 世界青年日的主辦單位就說 大部分的花費 是由參加的信徒自行負擔 目前 示威者的抗議活動 已經造成至少11人受傷 WOW TV 洪嘉倫報導 現在先休息一會 在稍後中港台環節中會報導 李克強宣布成立專項資金 每年被1,000名港大師生到內地學習 李克強結束訪港行程返北京 他表示對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 настолько旨有一個工作機 這個月將在賺消費後 還會得罪待 新年天的資格 這個月可以聲明 從新年去年